Hello,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花了一冬天的鸡蛋 我都没有扔掉,因为鸡蛋我们知道它非常非常好的 可以给植物补充钙质 然后也可以就是在地里面 也可以摘成土壤,就是苏生土壤 然后新鸿市它平时有的时候就是底部屁股那边 如果就是有黑的话,一般就是缺钙了 然后来看一下这一大垃圾袋的鸡蛋 渴,就是我这个就是平时家里的垃圾桶就是装可回收用的 但是我就没有用两个嘛,另外一个装它,另外一个装鸡蛋 然后就是一大桶的鸡蛋 好,接下来呢,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鸡蛋,就把这个袋子收口了 因为我这个量特别多,以前少的时候我就直接把鸡蛋放在破壁机里面 然后打,就打碎了,就可以直接用 但是我这个特别多,破壁机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就把它口收上打个结,然后就让它暴力脚踩 就这样才,就给它用全身的力气吧 可以跳也行,怎么样都行,把它给弄碎了以后 装到一个烤盘里面,放在太阳下面暴晒 因为我不喜欢把它放到烤箱,毕竟烤箱是要人吃的嘛 这个里面如果有一些什么大肠杆菌什么的,就是可以暴晒 但是就是烤箱和微波炉是你的选择 但是我喜欢放在阳光下面,这样也比较,对我比较放心 就是这个鸡蛋壳弄碎了以后,你可以把它放到堆肥里面 Compost bean里面,或者就是撒在西红柿当底肥 然后或者追肥,就是撒在表面,都是可以的 这样可以给它补盖,西红柿特别需要盖 像你平时如果在网上买那种肥料,然后有机的 就是它会有一些说是我这个是给西红柿特别提供的肥料 它其实其他都一样,就是多加了盖 因为西红柿特别需要盖 然后就是想告诉大家,如果你也有鸡蛋壳,千万不要扔掉 这个就是宝,对我们种菜人来说就是宝 把它都收集起来,然后夏天就可以用了 一冬天的鸡蛋就绝对是够用的 好啦,这期视频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喜欢,请大家点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